爱豆们举及的地方 除了是音乐节目 颁奖领或MBC偶像明星运动会节目现场 还有就是个大小公演活动中了 还记得不少艺人或爱豆曾透露过 这些地方正好就是爱豆们交流的地方 或是互相交换联络方式 更是搞矮昧 秘密约会的地点了 因此 在这些大型活动上 不难会发现爱豆们的各种互动 也很容易引起传策和误会呢 其中一个最经典的动图 便是MOMSDAX连鹤在KBS音乐银行舞台中发现 BTOB一转牵着一名女生离开舞台 自己还愣了一下 以为撞见了秘密交往的情侣 实际上 一转牵着的女生是亲姐姐住了 哈哈 前阵子又有一名爱豆发现现场藏着秘密恋爱的情侣 这件事发生在今年1月25日的首二歌游大赏颁奖礼舞台上 参与此声会的歌手们包括 101, BTS, BLACKPINK, Red Velvet, MONSTAX, BTOB等人 众星云集的颁奖礼 能免会看到歌手们一起同台的优势画面了 不过 在拍大合照时 刚好站在前面的BTOB唱片 就偶然听到背后传来 爱的告白 当时正在合照的爱豆们 从爆拍看到唱戏的嘴形是 后面有人说我爱你 听到吗 但身边的成员们却表示 没听到呢 还以为是哪位男女爱豆 偷偷躲在唱戏背后传情 在 戏一看 其实就是101的96蓝将丹尼尔和金再换了 两人在合照团结结的非常近 结果再换默默对着丹尼尔说 我爱你 而丹尼尔的嘴形也清楚看到他已爱你 很多很多 回应可再换了 没想到 这两句话却引起了长线的误会了 哈哈 一句爱的告白 却让其他人误以为是秘密恋爱 实在是太好笑了 这一句话却引起了